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做model 這是不少朋友的目標及夢想 但要做到這件事其實是不簡單的 因為成功的model除了有外貌、身型、身高之外 內涵及技能都很重要 今天邀請這位嘉賓 以前曾經驗證過model但不成功 啟發了自己開一間model公司 幫更多有志入行做model的朋友入行 Hello Toby 你好 Hello Sylvia 你好 Toby 為何你當時想做model 你覺得model有甚麼吸引的地方 我一向都很喜歡時裝界 我覺得這行是很美 金光閃閃的感覺 從而引申到我一畢業 我便去一些model公司做model 整個過程去試鏡沒有問題 他跟我說 整體都不錯 不過如果瘦多十磅 我便會聘請你了 我心就覺得 為何我想做的一個夢想 會被我的身型或年紀限制 從而衍生到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是一間inclusive的公司 大馬模特兒 有銀法模特兒 只要你想做model 你真的有心想做model 我們都歡迎 那都很好 因為公司的model很多元化 可以幫助不同類型的人士入行 除此之外 我相信企業對於model的要求 都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亦都可以滿足到客戶的需要 不知你怎樣看 未來model公司的趨勢 因為現在的客戶 他們都會希望 有一個健康一點的形象 讓大家看到 變成對大馬模特兒的要求 會比較多一點 我們會幫一些 譬如來衣公司 他可能在香港做fitting 然後將他運送到外國 他會在香港 為一個大馬模特兒 試了衣服 他確保得到 尺寸的quiteria 再運送到美國 會節省很多時間 另外就是 接下來是銀法模特兒 因為現在人口都相對老化 變成有很多side product 會出來 控制的產品 抗衰老的產品 如果你放一個年輕的模特兒 可能真的未有那麼多說服力 變成我們現在都發展銀法模特兒 我們都會去一些不同機構去做講座 希望有多些人去入行 銀法模特兒 大馬模特兒 在坊間都不常見 但其實坊間的模特兒公司 都有很多 你覺得公司有什麼優勢 跟其他人不同 其實在這一行裏 做一站式的模特兒公司 是真的比較少的 我們做了十年 在這一行裏 都會注重質素 品質很重要 當他新入行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準備一個 叫做model的身份證 方便去入行 譬如一些大品牌 他們會想看一看 你將model的身份證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 這個質素 或者你的氣質 是否達到他們的要求 其實那張model身份證 是他試鏡的一張入場券 雖然入行做model的人選 很多元化 但不知道你覺得 有什麼條件和因素 可以成為model 暫在我們的角度 我們覺得model 本身自己要很有自信 譬如我們做一個戶外 可能在街上做一個 比較不自然的姿勢 我也是最漂亮的 我都要好好地 表現這個產品 所以這個自信心 都是要培養出來 從而令到很多家長 都會很想 他們的小朋友 去做我們的model 這就是